哈喽大家好我是房车情报陶子军 那前两天呢王叔啊参加了一个上汽大通原厂房车的发布会啊 那这款房车呢今天我也看到了 所以我准备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款车呢就是啊来自于上汽大通原厂探索家纵横T90房车 车辆呢采用的是上汽牛房车专用底盘 LED的自动感应大灯 以及呢前后雾灯 那上方呢还带有啊这种射灯 当夜晚使用的时候呢 它的明亮度真的很强 那同时照射范围也非常广 那前两呢还带有啊非常大的这种中网进气格山 也看起来很霸气 这款车呢造型啊是采用这种机甲风格 长度呢是在5米99宽度2米32 高度2米91 车辆是可以上到蓝牌C本驾驶的 而且它虽然采用的是这种啊皮卡地盘 但是呢它不属于皮卡车 它是一款的旅居车 所以呢没有啊15年的报废年限 而且呢进程啊也不受限 车辆的轮胎呢采用啊 全地形AT越野胎 它的尺寸呢是26560R18 那可以看到啊胎面还是非常宽的 驾驶与后车厢呢采用这种软性连接啊 这还是非常少见的 那这种连接的好处呢 就是啊当我们连续经过坑挖路段的时候呢 可以啊防止整个车辆的变形 同时呢它这个越野性啊也更强了 整个车辆轴距呢是3米47 前方的接近角呢是28度 后方离去角呢也达到了27度 车辆呢在安全系统方面啊还带有360度的全景可视行车影像 连车底啊都可以看到可以有效的规避车底的障碍物 车辆呢配备的啊是新能源的充电口 另外一侧呢是我们这个水箱的加水口 那带有呢120升的清水箱和40升的灰水箱供大家使用 我们看储物箱虽然不是贯通的 那整个内部的空间呢还是挺大的 不过这开口的位置啊有点小 如果放太大的行李呢会放不进去的 这车呢还带有啊前后雷达报警系统 那车尾呢也是啊有这种啊机甲风的 它的尾灯呢造型啊也非常的有特色啊辨识度很高 这车车的外置厨房呢特别有意思啊 它是从下方这种拉上来的 而且呢它不是燃气灶也不是燃油灶 它这边是一个卡式炉需要自己呢买这个气罐放在这个位置 上方这个里边呢还带有一些这个装置 比如说呢这里有啊出水口12伏的点烟器 还可以输出220伏的试电 上方这个位置呢是带有一个遮阳棚可供使用的 因为呢今天啊不能动态试驾 所以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一下吧 进入驾驶室的第一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舒适啊 正乎驾驶都是采用这种啊高端小轿车上的这种运动座椅 它的乘坐性和乘坐性都非常的好啊 进来以后呢让你没有觉得你在驾驶的是一台房车 那同时呢第二点呢就是前方这个大连屏了 那这一侧呢它其实有一个这个12英寸的触控屏 不过现在因为车辆没有通电是打不开的 那前方这个位置呢是一个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的显示屏 那这个大连屏呢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小轿车上常用的啊 那房车上的确实还没有出现 车辆呢是采用啊无钥子进入 同时呢也是这种啊一键启动 那整个车的动力呢是非常强劲的 它是2.0T的双涡轮增加柴油发动机 匹配呢是财富8AT的首次一体的变速箱 那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160千瓦 最大扭矩呢可以达到500牛米 带有啊伯格华纳TOE的智能适时四驱系统 根据呢不同的路况啊来进行切换 同时呢后墙还带有电控差速锁 这样的话呢整车啊也具备一定的这个越野能力了 车辆呢还有很多啊驾驶辅助的功能 那比如说呢HLC的限高防碰撞预警 以及呢ESC的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啊等等 车辆呢还配有电子手刹 Auto Hold的自动驻车啊等辅助驾驶功能啊 都可以呢更加便于我们驾驶 从驾驶室呢可以啊看到后方的这个车厢的内部 不过呢它只能啊说话或者传递物品啊 进人的话呢是有些费劲的 那我们这个虽然是软性连接啊 那这里呢有一些这个包覆的这个件在这个位置 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那车辆呢它是核载四个人啊 那从驾驶室这里呢可以坐两个人 当行车过程中呢后车厢啊也可以同时乘坐两个人 内部呢是采用啊这种云秀绿的小清新的风格啊 驾驶室的额头上方呢它带有的一张呢两米乘一米二 基本上呢可以啊睡两个人 惠客区这个位置呢是在行车过程中能乘坐两个人的 而且中间的这个餐桌呢它是可以有四项调节的 给它压下来或者抬起来啊 根据自己的需求就行了 上面呢还有四个这个水杯槽 那里侧呢还有两个水杯槽 那水杯槽挺多的可以有六个水杯槽 那当我们这个累了的话呢还可以啊把鞋脱了 然后直接放在对面的这个小凳子上 不过我们在行车过程中的歉不要这样啊 因为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那这款车呢采用了也是这种啊推拉窗 那在开车的过程中呢是可以把它拉开的啊 可以呢通风啊观察一下外面的景色 那当然了还配有啊沙帘和遮挡帘 这些呢都是必备的 上方这一粒呢全都是啊这种储物的空间 那我如果坐着的话呢抬手就够不到了啊 这一点呢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不那么便利 那必须要站起来才能够到 这个位置啊就带有的是48V的分体空调 那整个车呢采用的也是48V的电路 车内呢总共啊配有48V 150A时的锂电 3000瓦逆边器 以及600瓦太阳能板 相当于呢整车啊带有7.2度电 这一侧呢它配备一个非常小的厨房的空间啊 你看只能占我一个人 然后还带有洗手喷 那下方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这个微波炉了 那整个这种市面呢也都是啊这种云秀绿的颜色啊 看起来都非常的小清新 那后方这个位置呢它配备的冰箱有点奇怪了 它带有的是49升的两个双开门的冰箱 不过它不是那种上方冷堂下方冷冻的形式 它竟然是内侧都带有这种冷冻盒的 这个配备我觉得属身有点没必要了 上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柜啊 内部竟然还有一个LED的灯条 一开始呢我有一个疑惑 我就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身材的人呢 才能睡在这个床铺上 说实话我的腿只能刚刚上来啊 这个位置连王师傅都不行 不过呢经过我聪明的大脑一思考 我发现其实这个靠背呢 它是可以啊完全翻折下来的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餐桌压下去 然后通过这个位置 整个就下来了 这个操作也太快了吧 这就是一秒变窗 然后把这垫子放下 一秒变窗 现在床铺的尺寸就有一米九成一米二了 睡一个人肯定是非常舒适的 如果两个比较瘦的人呢 挤挤也能睡 卫生间里呢确实好评啊 首先第一点 卫生间也是这种绿色的 也看起来很清新 那同时呢你看卫生间它的空间啊 基本上可以在这里卖一大步 都没有问题 这个空间确实挺大的 超乎我的想象 而且我要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 腿部空间就更加充裕了 再有啊独立的淋浴喷头 这样可以洗好澡 而且这个喷头呢 是非常大的这种啊喷头 跟家里用的差不多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那上方呢也配备这种换机扇 那小镜子呢 其实啊也是它的储物柜了 可以呢放一些洗头水啊 或手指一些物品 那这里呢还配有啊 一个洗手盆 最重要的呢 是下方啊 有这个热风的出风口 那这款车呢 它带有的是尾巴斯特的 燃油暖风热水一体机 可以呢保证啊 热风和热水的供应 这款车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实车呢 是耗月白 它的价格呢 是39.88万元 那么呢还可以呢选择啊 当时王师傅录视频的那款呢 越野绿 它的价格呢 要增加5000元 就是40.38万元 如果你特别喜欢越野啊 还能选择呢 越野绿加防暴机 那需要呢再多加2万元 就是变成42.38万元 那好了 本次呢就给大家把这款呢 上一大通原厂探索家的房车呢 介绍完了 如果您对房车感兴趣呢 欢迎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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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